大家晚上好,我是Rachel,我在College Counseling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第九个年头,那每年我都会帮助新生、转学生进入Top30的大学,在这一页下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本科新生的一些录取案例。 那么其实不管是新生还是转学生,大家其实绕不开的就是Common App这个申请系统。 今年八月份呢,Common App已经开放了申请通道,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年的这个大学申请季就已经开始了。 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来看一看Common App这个填写中有哪一些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agenda,我们将是把整个讲座分成五个部分,那先会带大家介绍一下Common App这个申请系统,然后呢,我们会来到申请材料的整体的设备,以及呢在申请中应该如何去摘,第四块呢就是Common App主文书的写作指南。 好的,那这边就是第一个部分,Common App申请系统的介绍。 其实我们了解的大学常用的申请系统呢,分成三个类别。 第一类别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方说我们加州大学的申请系统,他们是大学独立的一个申请系统。 那么其他还有两种呢,是采用了第三方的申请系统,也是大家比较熟悉,Collision和Common App。 其中Common App呢,已经有900多所College and Universities,他们已经加入了这个阵营。 那么今年Common App也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60多所其他的学校正式的加入了Common App。 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UIUC啊,101项目也是工程和计算机非常厉害的一个学校。 今年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进行申请了。 在屏幕的幼本大学,他们是采用了一些申请系统来进行申请。 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多数的学校呢,还是可以通过这两种第三方的申请系统来申请。 在前20中,只有麻省理工,然后还有加州大学,以及圣路易斯华盛顿,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申请系统来进行一个申请的。 那么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啊,那么Common App和Collision里面我应该如何去做一个选择呢? 其实我会更推荐大家学生在申请的时候选择Common App, 其中原因呢是因为这边我们可能只能列到前22位啊, 那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比方说是CMU,USC,南加大,是吧,NYU, 还有像大家熟悉的Georgia Tech,这些学校呢都是要通过Common App来进行申请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是因为Collision这个系统在操作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因为你如果要access到学校的这一部分的问答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前面自己的profile填写完整才能进入学校的这个申请部分,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说是Common App会更友好一些。 OK,那么我们很快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 就是申请材料它的一个整体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们在说到设计思路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份完整的application, 它包含了哪一些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 前面profile是你学生的自己的个人的信息部分, family,你的家庭情况,education, 那education里面不仅是包含了你的学习就学的经历, 还有比方说你在学校里面获得的一些奖项, 也是在这个部分填写的。 Testing里面包含SAT, ACT, 以及是你的AP考试的情况, 不管是已经考了, 还是说你已经报名或准备要考的, 都是在这一个部分可以进行self report。 那下面是activities, 课外活动, writing, 文书部分, 以及是additional inform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这一块, 大家可能会利用的比较少一点, 那我是建议如果说学生他觉得自己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在这个profile或者是activity里面没有办法展示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additional information这一块来写, 比方说有的学生他可能在高中阶段就做了research, 有一个research paper, 那我建议他可以把前面的一些research的摘要放到这个additional information里面等等, 那其实这一块还是有待大家去开发利用的, 然后最后一块是college question。 college question里面呢, 它就包含了学校的一些小文书, 以及一些选择的问题, 你为什么你要选择哪一个专业等等, 都是在这一块里面。 OK,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有三个圈圈, 那美国的大学呢, 都采用了一种叫holistic review的审核方式, 来审阅每一个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那holistic review呢, 其实顾名思义啊, 它就是包含了学生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表现, 那这些表现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就是三个部分, 总结在这三个圈圈里面, 第一个部分, 红色的圈圈matrix,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包含了一些学生可以用数据来概括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sat成绩, 你的这个gpa都是在这个部分, 上面这个黄色的圈圈叫experiences, 这里面包含呢, 学生的成长背景呀, 或者他是曾经参与了哪一些活动呀, 都是在这一个圈里面, 蓝色的圈我们叫attributes, 这个圈圈呢,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那里面包含什么呢, 比方说你的个人的一些ability, 你的skills, 以及说我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一个personalities, 他都可以概括成attributes, 而且这个部分是大家在整体的这个申请材料里面, 比较容易去忽视的, 或者说容易去漏掉的一个展现的部分, 好, 那我们前面了解了一个申请包含了这么多的部分, 对吧, 了解了这个holistic review,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么对于我们整体去设计我们的申请材料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从这两个原则去出发, 我这边概括成一个叫水桶原则, 水桶效应, 一个叫竹竿效应, 那么水桶效应我想大家听的也比较多了, 就是说一个水桶, 它能够沉下多少水, 完全是取决于它最短的那一块板的长度, 是吧, 那么对应到我们申请里面, 也就是说你在申请中不要出现短板, 好, 竹竿效应, 竹竿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片啊, 上面有一个小孩, 他拿了一个竹竿在打树上的枣子, 那么他能打下来多少枣子呢, 完全取决于它的这个杆子, 有多长, 越长的杆子他打到的那个枣子的高度就越高嘛, 那这一个确实对应到我们的申请里面, 我们就是说你要在整体的这个申请材料里面找出你的特长, 你的长处, 把它概括成你的一个闪光点, 那么在这里, 尤其是目前还处于九年级, 十年级的同学, 我们要尽量去做到你整体的这个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么多方面, 是没有短板的, 包括像你的GPA啊, 你的其他的成绩啊, 你的课外活动是否丰富啊, 等等, 那如果一旦你有出现了一些短板, 那你至少还有时间, 你是可以去把它进行一个提高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 今年是Senior Student, 对吧, 马上开始申请了, 那我们说其他前面的像GPA, 可能一些其他的课外活动, 一个这个考试成绩等等, 这个基本上已经有一些定型了, 很难去花时间, 很少有时间再去给它做提高, 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去在你的Activities里面, 就是你的Experience里面, 去找出你整份申请的一个整体的闪光点, 去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 这两个原则尤其是对要申请私立名校的同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了解了我们的这个两个思路之后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这个申请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展现, 个人的特点和专业的匹配度,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啊, 这个专业匹配度和你的个人特点, 在COME UP申请里面是通过哪些材料来体现, 是吧, 可以看到这边, 专业匹配度里面, OK, 第一个就是你的高中里面的课程, 那比方说, 我一个学生要去学习, 大学里面要学习工程专业,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建议, 你高中里面去选一些physics物理的课程, 那如果你学有余力的话, 你甚至还可以去拿一些cology level的课程, 好, 下面一个是课外活动, 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尽量靠近专业去做一些相关的课外活动, 下面一块是Y-asset, 这个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申请的大学的小文书, 那他会问到你为什么要来选择我这一所学校, 或者说你为什么要申请我这一个专业, 就是在这一块文书的地方进行体现, 那其他材料呢, 就是一些, 也比方说你学习的自己课外学习的艺术啊, 或者你学习的音乐啊, 有一些补充的材料, 你可以进行提交, 当然也不局限于只是艺术方面的一些分享, 你可以像在提交整个申请之后, 向大学再补充, 比方说我觉得我写作有特长, 或者我是学习这个其他的stimulate专业的, 我有自己的作品, 我有作品集, 那我们可以在申请之后向大学再进行一个补充的portfolio的提交, 好的, 那我们看到右边怎么样去展现个人的一个特色, 你的特点, 也是通过几方面, 也是课外活动, 我通过课外活动, 我可以体现出自己的一些能法, 然后文书这边呢, 主要指的是COMEAP里面的主文书, 当然也是有一些其他材料啊, 你可以进行补充提交, 那么结合这两块, 你看一个专业匹配度, 一个个人特点, 他们都是有通过课外活动以及文书去体现的, 所以我们说在设计自己的整体的这个申请材料的时候, 课外活动和文书这两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看这个课外活动填写上面, 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东西, 好, 这边我放出了两张截图, 这个呢就是在COMEAP里面, 一个活动它要求你去描述的时候, 你需要提供哪一些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截图上面呢, 是要求你去填写Activity Type, 那里面就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种类的这个活动的选项, 这个是一个下拉菜单, 你可以去自行选择, OK, 那下面一栏是Position, 你在这个活动里面担任的这个职位是什么, 好, 有50个字符的描述空间给到你, 下面一个是Organization Name, 就是你参与的这个活动呀, 它是哪一个组织, 100个字符,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最关键的, 那当然它也只是给了150个字符的空间, 这个是描述这个活动, 你做了什么, 一个Description, 好, 除去这一些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它在接下来的空间里面还要求你去填写, 表示这个活动, 我是在几年级参加的, 我每一个星期, 我每一年在花了多长时间在这个活动上, 这个都是在课外活动填写的时候, 要求你去完善的信息, 那么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活动的填写, COME MAP给了多少空间呢? 其实它是给了10个空位, 活动的空位, 也就是说你最多是可以填写10个activities, 那么这个里面就大家会产生疑问了, 我是不是10个位子都要全部填写完呢? 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拿出10个活动呢? 其实不是这样子啊, 从大学的角度出发, 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你参与的这个活动, 它的quality如何,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参与满10个, 不是注重这个quantity,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 好,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迷思, 那么还有的家长或者同学, 他们可能会问啊, 就是我不是说10个活动填不满, 我可能有15个或者是20个活动, 那么我应该怎么去筛选这些活动, 是吧? 那我这边的建议呢, 是有一些一次性的活动, 那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们大学的, 从大学的角度出发, 我们会强调这个申请人活动的一些持续性, 如果你只是今天我去参加了某一个公益活动, 去这个公益组织里面, 去打包这个食物, 去分发给流浪汉一次性的,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把它放到所有活动的最后, 或者说直接把它舍去, 还有一种呢, 是我参加的活动, 可能六七个都是类似的, 相似的, 同志性非常强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会截取其中比较, 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个, 或者说我给他做一个合并, 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要看个人的情况去采取的一些, 具体的策略, 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那个Activity Type, 那这边呢, 就是给出了Common App, 它提供的所有的这个, 活动的类型的一个列表, 就是刚刚那个下拉彩单, 下拉出来它是什么样子的, 有这么多个类别, 那我们经常会去使用到的, 比方说这个学术类别, 然后每个人可能都有的, 这个公益志愿者的类别, 那么在学校里面, 学生当然会参加一些社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Other Club, 或者是Activity, 当然如果你的社团是一些体育类的, 文化类的, 舞蹈类的, 你完全是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类别,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我们填写活动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活动啊, 你用了十个活动嘛, 你应该如何去给它进行一个排序, 这个可能大家都还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在Come Up填写的时候呢, 它那个活动边上是有一个上下的箭头的, 你可以填完了之后去调整它的这个顺序, 因为招生官在看的时候呢, 也是按照这个你填写的顺序来读的, 所以呢, 很多学生他说, 我是不是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填写, 比如说我最近参加的活动, 我就放到最前面啊, 这样一些以前参加活动放在后面, 这种顺序去填, 其实呢, 我们是不推荐你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填写,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会使得你整体的这个申请材料, 整个Activity List, 显得非常的杂乱无章, 就没有一个突出的重点, 所以我们会建议学生, 去填写按照重要的程度, 活动对你的重要程度, 以及和专业的匹配度去填写, 当然了, 这两个排序方式不是说一定是互相独立的, 你当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有机的结合, 这边可以举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学生, 他大学的专业是非常确定的, 我就要学Computer Science, 是吧, 以及我在高中阶段做了很多和Computer Science相关的活动, 那这个时候非常明显, 我们就应该按照专业匹配度, 把他的Computer Science相关的活动放到前面去, 那么还有很多情况下, 同学是对这个自己的大学专业不是很明确的, 我选择Undeclared, Undecided进到这个大学里面去, 那么我在专业上也没有什么相关的活动,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要去考虑哪一些活动对学生来说是更有意义的, 哪一些活动是最能够体现这个学生的能力的, 那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学校学的大部分课程都是数学理工类的, 是吧, 理科类的, 但是呢, 他到了Senior Year, 他又想说我大学里面要学一个social science的专业,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在social science方面都没有相关的活动,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筛选他已经做过的这些活动, 并且如何去给他做一个排序, 这就是一个对我们学生来说, 对我们顾问来说一个非常复杂的, 也是需要专业能力的一个问题, OK, 那么我们讲完了活动的盘序,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给出了三个点, 也就是活动描述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一个是clarity, 你这个活动做了什么东西, 至少要让大家明白, 下面一个是uniqueness, 这个活动它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说它对你来说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第三个点, 也是相对来说大家在描述的时候会去忽略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impact, 你这个活动做完了之后, 产生了什么样子的效果, 比如说你举办了一个活动, 那么有多少人来了呢, 你做了一个志愿者的活动, 它影响了多少人, 影响了哪一些群体呢, 这个是要在描述里面去具体体现的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还有一些tips,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每一个活动, 它给你的描述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50字符, 100字符, 在到description的时候只有150个字符, 那转换成单词的话, 也就是差不多四五十个words, 那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避免使用一些很完整的句子, 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是用一些比较小的短语, small phrase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词去进行一个描述, 在描述的时候即使你空间有限, 你一定要把具体在做的事情给它讲清楚, 但是不要去夸大, 也不要去撒谎, 好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是我们在今年六月份给家长和学生做的一个activity list的workshop里面, 摘录出来的例子,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学生呢, 他参加了一个organization, 叫interact, ok, 那在他的这个description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啊, 这是一个volunteer service club, 对吧, 然后每一个学期他们花了15个小时在做公公公公益志愿者, 花了一年的话也就是30个小时, 好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描述之后, 我们来回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去写一个活动要求的三个最基本的点, 它是否达到了呢, 我们刚刚第一个点是什么, 啊, clarity, clarity, 就是说你这活动做了什么, 好的, 我们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公益志愿者活动, ok, 那下一个点uniqueness, uniqueness, 呃, 但是在他的描述里面我们觉得这个interact, 这个呃, 他的活动这个club, 好像跟其他的公益志愿者的这个club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对吧, 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ok, 最后一个impact, impact其实也就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这一段描述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效的描述,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讲这个活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修改后的版本, 就绿色的部分, 好, organization interact还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description里面, 我们要求学生去把它具体做的事情写了出来, 包括你看一目了然三件事情, 对吧, 一个是为SMA patients去进行善款的筹集, 那SMA patients它是一种遗传类的这个疾病的患者, 非常的具体,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 他还在school library去做志愿者, 以及参加到了一个叫这个Pair beautification的一个活动中去, 非常的具体, 那么第一点, clarity, 这个要求就已经满足了, ok, 那下一个这个要求, 是uniqueness, 那么他已经把做的事情写出来了, 把这个社团做的事情写出来了, 那就相当于说是和其他的volunteer service club区分开来,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他们做的事情是特殊性在哪里, 对吧, 然后再想到第三个我们写活动的要求, impact有没有体现呢, 这边也体现出来了, 他为SMA patients每年, 呃, 筹集到了3000美金的这个善化, 帮助到了这些人, 这样我们说这是一段, 呃,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效的, 呃, 课外活动的描述, 呃, 当然了我们, 呃,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呃, 要注意的点呢, 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详细的给大家展现出来, 呃, 主要的这个基本的要求就是那个三点, 所以我们大家在审阅自己的申请材料的时候, 呃, 从这三个点出发去考虑一下你的描写是不是做到了这个要求, 好的,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第四部分啊, common app文书写作指南, OK, 可以看到这一张slide, 呃, 今年呢, common app也是, 呃, 更新了一个新的题目, 啊, common app它主文书会offer给student七个promise, 那从这七个promise里面你去选择其中一题来进行回答, 今年更新的题目呢, 是什么呢, 就是去回忆某个人对你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让你感到呃, 非常的开心, 呃, 也感到非常的感激, 啊,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善举对你来说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啊, 这么一个去感恩他人的经历, 这个相信也是在呃, 经历了疫情之后, common app委员会做出的一个改变, 啊, 当然你说我不想要写这个题目, 我完全想不出来这样的经历, 啊, 这个也没关系, 因为common app还非常贴心保留了最后一个promise,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你一个题目来进行回答, 这样子就是说你一个学生他各种各样的素材, 其实他都是可以放进主文书里面去写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今年的呃, 题目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写作上面的一些基本要求, 好, 我们看到啊, 写作的基本要求呢, 也就是分成了这么四块, 啊, 我把它分成这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讲好一个故事, 因为美国的大学申请文书, 它从核心上面来说, 它就是一个storytelling, 啊, 我们可以回到上一张slide去看, 你看这一些题目啊, 不管是要求你去写一个自己的background, 你的identity或者interest, 还是说我们看到其他下面的一些题目, 你去challenge a belief or idea, 对吧, 它核心上面都是要求你去描述自己的一段经历, 去描述一个故事, 啊, 那么在描述故事的同时, 我们有几个重点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突出自己, 这个地方呢, 呃, 很多同学都会走上一个弯路, 啊, 呃, 这个跟题目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回想一下, 还是回到上一张slide, 今年新增了这个题目, 分享一个感恩他人的经历, 那在, 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 你势必是要提到, 哎, 对方这个人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是吧, 他怎么样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感动, 那这个事情非常具体, 很多学生在写这样子的文书题目的时候呢, 会过多的, 把过多的篇幅, 过长的篇幅, 用在描述对方这个人身上, 啊, 从而给自己留的空间就很少了, 啊, 我们也从文书中看不出他到底, 呃, 就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啊, 看不出他的个性, 看不出他的这个personality等等, 那么在写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 啊, 你不管说是写一个, 呃, 其他的人也好, 一件其他的事情, 一个其他的物品对你的影响, 我们都是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文书的载体, 那最后你还是要突出的是, 自己在这件事情中受到的启发, 受到的影响, 对你来说, 呃, 这件事情怎么样子, 帮助到你的成长, 啊, 我们都是要去进行这样的, 呃, 一个描写来突出自己, 那如果说你真的写了其他人的故事的话, 那等于说这篇主文书就是, 呃, 浪费了这么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OK, 那在描述的时候, 我们确定了, 呃, 整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啊, 也确定了你要突出自己的, 呃, 哪一个部分, 那么在描写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啊, 细节的描述, 因为细节其实就是决定你整篇文书的成败, 对吧, 呃, 那如果是好的细节描述, 它其实能够让招生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呃, 那我去训练那些运动员, 呃, 呃, 那么他在文书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 呃, 感情呢, 是他觉得这些运动语员, 呃, 非常的不容易,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只是单纯描述说, 哦, 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就非常的, 这这段描述就是很平淡, 呃, 让人看了之后, 完全记不住, 那当时我这个学生在, 呃, 我们在后面文书反复修改的时候给他建议, 你要从一些很微小的事情里面去入手, 啊, 去进行一个细节上面的描述, 当时我们就把文书的最后一段进行了修改, 呃, 他是怎么去写的呢, 他说, 在结束了一天的训练之后, 啊, 回到家非常的疲惫, 但是那一天我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他去当助教的第一天, 感觉到有一些不一样, 他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这个手掌呢, 呃, 手心还在为白天, 为运动员们, 呃, 这个使劲的鼓掌加油而感到疼痛, 这一个细节描述就马上能够让人, 呃, 感受到就好像我自己的手掌也在痛一样, 啊, 是吧, 就是非常, 呃, 让你catch到你的这个感官的这个感觉, 啊, 这就是一个增强了文书的描述的效果, 对, 这也是细节描述的一个魅力吧, OK, 那么, 呃, 来到最后一点, 就是展现你自己的特长和成长,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篇成功的文书最主要的一个点, 也是我们同学, 一个学生在写作文, 写写作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点, 不管是你写哪一个故事, 其实它都是在展现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能收获的很多的呃, 成长, 这种成长不是说我们是可以用呃, 肉眼或者说用一些数据去可以看得出来的, 比方说我成绩呃, 从一千四百五呃, 涨到了一千五百四, 是吧, 我GPA从三点零到三点五, 不是这种成长, 这种成长是从内心出来的, 呃, 是呃, 怎么说, 就比方说你挑战了一个旧的观念, 啊, 你学会了一些新的技能, 你发现了自己人生上面的一个转变, 一个成长, 呃, 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大人, 我们说的是在文书里面要体现这样的一些新的认识和一些成长, 那我这边呃, 也给大家先看一个例子, 好,呃, 这一, 这一段呢, 是我之前的一个学生, 他的文书, 主文书的最后一段, 把他截取出来了, 啊, 呃, 当时呢, 这个学生的情况, 我可以给大家先做一些介绍, 呃, 这个一个女孩子, 然后也是新移民来到了加州, 啊, 当时, 呃, 各方面都很, 不是很顺利, 英语也比较差, 然后学校里面的这个功课也有点跟不上, 啊, 那这个女孩子呢, 那其实他到senior的时候, 呃, 已经很明确自己的专业选择的方向, 就是要学生物在大学里面, 那包括在高中阶段, 也做了很多和生物相关的这个呃, 课外活动, 啊, 非常详细的体现在了前面的这些申请材料中, OK, 那么我在跟他brainstorm这篇主文书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 其实你前面已经体现了非常多你的专业上面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篇主文书里面, 那其实可以考虑去写一些别的内容, 啊, 当时我们在整个brainstorm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 呃, 除去他在学校里面的校外做的那些和生物相关的活动,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出到美国的时候, 呃, 就加入了一个字幕组, 啊, 呃, 那这个整个情况是这样子, 就是他当时英语不是很不好吗, 然后在家里就自己看YouTube, 那在YouTube上面有一个当时已经很红的YouTuber, 叫PewDiePie, 啊, 做一个, 呃, 也是一些像游戏主播一样, 当时他这个视频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点赞, 那么他, 他这个女孩子当时就觉得, 呃, 呃, 这个看这个视频对他英语上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他可以提高自己的听力, 啊, 然后呢, 他就去联系了这个YouTuber说, 我可不可以, 呃, 把你的这些视频汉化翻译成中文, 啊, 我们再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的这个网站上, 哔哩哔哩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现在, 呃, 中国年轻人的一个网络聚集地, 是这么一个存在, 啊, 然后当时呢, 这个Pew的派也同意了说, 挺好的, 那你把我的视频翻译成中文的放过去, 那放上去之后呢, 的确是收到了很多的, 呃, 观众的喜欢, 啊, 收到了很多, 呃, 收藏这样子, 那么通过这个,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 他不仅是提高了自己的英语能力, 而且他, 呃, 可以看到这一段的前面啊, 他,呃, 收获了一个online的community, 呃, 就是一个字幕组, 他们这么一个存在, 以及那些,呃, 粉丝, 啊, 一个这样的环境, 那么在写完这些之后, 我说你还是缺了一点, 就感觉就格局好像还没有放开, 是吧, 只是说我自己到美国了一个, 有了一个转变,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 你再深入的思考一下, 你通过这个做字幕组, 这个工作还说过了什么, 那最后我们也是在反复的文章润色之后, 呃, 确定了我划出狠线的这一段, 就有的同学, 他,呃, 呃, 他自己的同学啊, 有的人说, 他朋友说, 呃, 你做这个工作很傻呀, 啊, 你都没有赚到钱, 你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呢, 然后他当时, 啊, 就写下了这一段话, 就说, 通过这一件事情, 我收获的不仅仅说是这样的一些网络上面的友谊,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年轻这一代人在社会中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不断的把呃, 呃, 国籍一些不同的国家, 呃,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语言之间的一个交流隔阂, 把这个隔阂消除了, 而且呢, 他与此同时还收获了一个, 呃, 属于他的online community, 啊, 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归属感, 并且他呃, 也参与在建设这个community的过程当中, 啊, 就是这么一篇文书, 就是关于一个很小的字幕组的故事, 啊, 其实我们说这个文书呢, 不需要说你写一个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其实很多优秀的文书, 他都是来自于, 呃, 一些非常平凡, 非常普通的故事, 嗯, 呃, 再举一个例子啊, 我还是一个女孩子, 呃, 那这个女孩子呢, 呃, 呃, 也没有很多这个和专业相关的活动, 或者说经历, 成绩一般, 呃, 呃, 然后呢, 就跟他在brainstorm的时候, 发现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啊, 因为他很喜欢Kpop, 是这种流行的音乐文化, 啊, 是一个追星的女孩子, 嗯, 那么在他追星, 呃, 的这个过程中, 也遭到了一些反对, 比方说他家长觉得这是完全在浪费时间, 啊, 那我问他你将来想要学哪一个专业, 他说可能是和, 呃, 这个, 呃, 传媒类相关的吧, 那我当时就把这个传媒和他追星的这件事情联系到了一起, 我说, 哎, 那你说说你在追星的, 过程中发现了哪些事情, 那其实他是一个深度的追星女孩, 啊, 在追星的过程中, 他需要去为他喜欢的那个明星写一些宣传的slogan, 他需要去剪辑不同的这个视频, 他甚至, 呃, 呃, 要去也是Race Fund, 呃, 就是去筹集一笔款项去维持他们整一个这个组织的一个正常的运营等等, 那我说, 哎, 其实你可以考虑说把这个故事放到主文书里面去写, 因为这个其实追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比较亚洲的一个文化, 因为他追的是K-pop这类东西, 那我当时让他写的是和这个美国总统的竞选去做一个对比, 啊, 做一个联系, 其实很多中间的步骤是非常相似的, 那这样做一个联系之后呢, 其实也是让呃, 美国的招生官他能够快速的get out, 快速的理解到, 呃, 你这一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而不是他们家长认为只是单纯的浪费时间, 呃, 这也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文书呢, 最后这个女孩子, 以及这个字母组的故事的中的这个女孩子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录取结果, 啊, 我觉得就是这些文书里面体现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特点, 啊, 以及一些呃, 对于他们这个community的一个热情, 那我这边也是放出了一个呃, 知名的教育网站, 啊, 他们统计的美国大学, 他们在招生录取里面希望看到申请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哪一些特质, 那其实我们刚刚总结刚刚两个呃, 女孩子的故事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非常在思想上面有一个成熟度, 对吧, 然后呢, 对于他们在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坚持, 包括他们做事情的方法是有因的创造力的, 这也是呃, 说服赵生官, 让他们相信, 哎, 我把这个学生录取到我的学校里面来, 他一定可以给我的呃, 呃, 原本的这个community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或者说让他更多元化, 等等,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文书写作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几个点, 啊, 呃, 不光是细节上的描述, 以及最后的你展现出来的个人的成长, 那刚刚呢, 就是我对于文书这一部分的分享, 那么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 呃, 呃, 因为八月份COME UP申请通道一开, 啊, 那么很快我们这个UC大学的通道开了之后呢, 呃, 离我们的申请截止日期也是越来越近了, 啊, 滕校和私立大学提前批, 截止已经不到两个月了, 啊, 加州大学11月30号已经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那, 呃, 呃, 如果你是申请常规批的RD的这个批次的, 那就还有不到四个月的准备时间, 当然我们学生要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现在就应该去找学校的老师去要一个推荐信给老师留足时间, 如果说你去找老师的时间太晚了, 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帮你写出一篇呃, 比较优质的这个推荐信,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SAT, ACT你是否准备了呢, 啊, 相信, 呃, 看过我们这个之前的微信推文的家长肯定也有所了解, 啊, 像我们今年, 呃, 在上一个申请季, 呃, 宾备法尼亚大学他有70%左右的这个录取者他还是选择提交了这个SAT和ACT, 啊, 尽管这个学校也是宣布test optional的, 好, 那么文书啊, 已经开始写了没, 啊, 你的GPA, 啊,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去做一下提高等等, 那这边的话呢, 呃, to do list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详细去讲, 但是, 呃, 时间有限, 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尽快的找到专业的这个升学顾问去开始这些事情, 也祝大家最后能够取得非常好的申请的结果, 好, 谢谢大家, 呃, 谢谢Rachel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能帮助到您和孩子更全面的了解CMNAP Application和今年大学申请的形式, 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那也欢迎大家致电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咨询, 那我们之后的每一期讲座呢, 都会有发预告在我们的微信群中, 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您也可以添加Enlightings的微信, Enlightings会邀请您入群,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